終於如願隱藏 我第一次來新加坡的時候 那客戶跟我說我沒有辦法來勝淘沙 我那時候是首輩輪郵 他說有困難 後來我就有點失望的回去了 這次竟然可以一場來勝淘沙的心願 其實首推輪椅在旅行當中 它的便利性是高於電動輪椅 但是沒有人想在旅行中自己推首推輪椅 因為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很難去了解環境的狀況 我是覺得有人推也是很辛苦的 我曾經去加拿大20天 我家人推著我去遊玩 我知道那趟旅行我也辛苦 他們也很辛苦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自己能夠自己去旅行 而不是靠著別人 就是說你需要有人推你 你才有辦法完成這趟旅程 對我來說是我不希望的 總是覺得說很多行動都是被控制住的 因為人家推你到哪裡 你就要到哪裡 或是人家想看什麼 你才可以看什麼 或是說看多一點或看少一點 我第一次去做電動輪椅 跟有一堆也是做輪椅的朋友去 去木炸動物園 那時候感受非常的深刻 因為一般輪椅推你的時候 就會把你擺在那邊 讓他也看 可是其實我們可以 或是你做電動輪椅 你就可以 就不會定點在那邊 你就會東喬喬西喬喬 有一種一探究竟的那種心理 感覺收貨非常多 所以後來我也是 就把我手推輪椅擱在一邊 然後都用電動輪椅去遊玩 來 這個充電器 放你這兒 給你用 好 好 給你 這一份給你 好 這一份給我 這一塊給你 對 這一塊給我 好 你腳都不會走嗎 會喔 拜拜 我要到另外一邊去 你吃那麼大鍋 沒有 他急著想擺脫我 他現在可以很自由自在的逍遙 我等一下要去看他一下 免得他太孤單了 想要每個位置底下 都有一個充電器多好 對啊 以後假如每個餐廳都有這樣提供這樣子 其實要付費 我也願意這樣 好 最後回家看他 你看看 黃燈亮了 當然標準是要衝到綠燈 變成綠燈 好 好 聖燈 好 好 好